那個已經結束了 好 那結束之後呢 確定它的壓力是在0的位置 那壓力在0的位置 通常的話它馬上到你還是會有點壓力 所以呢 來 麻煩先開這個 開完就可以不用關 開完不用關 OK喔 好 來 好 開始打開 欸 對不起 手打給我 好 來 先打開 我們打開的時候是 這樣子往上才打開 轉這個方向 對 好 是你鎖的 不是我鎖的 沒有人動手腳 其實是正常的 正常的 好 來 然後把它推開 然後讓它 不是 手 拉上面 拉上面 拉開 讓它休息一個1、20秒 因為我當年齁 我當年就是這樣直接手伸進去 然後我現在穿實驗衣這樣還OK對不對 我當時不穿實驗衣 我跟各位承認我 讀碩博士不穿實驗衣的 手伸進去突然 沒有燙傷 沒有燙傷 就是整個手 然後就很不舒服 好 來 然後把它拿出來 拿到這邊來 小心啦 這邊有一定的危險性 但我做太多了 這個不會出事 好 拉起來 來 好 沒問題 來 跟我走 跟我走 不好意思 我這邊沒有先 這邊 好 OK 然後呢 接下來有一個關鍵步驟 有一個關鍵步驟 先暫停 好 來 請張同學示範這邊 老人家四個可以看 這邊 第一個拿起來不會熱 OK 好 然後你們看 我在晃的過程當中 來 你們有興趣可以過來看 這個拿這個繩 就有一點點 導熱打過去了 我晃 你們發現它的折射會不一樣 代表它的洋菜脚呈在下面的 那我現在這樣子晃 晃的時候不要有氣泡 這個我就晃太大裡有氣泡對不對 那晃一晃以後 然後呢 哇 糟糕 這個不行 來 我換一個 等我一下 好 阿緣剛才測試完之後呢 來 晃 小心的晃 好 OK 放進來 放進來呢 這時候它不會浮起來 剛才阿緣正在把水卸掉 所以會比較 來 繼續往下走 對不起 好 來 再放一個 好 那剛才我們這邊設定45度 那因為那個水位的關係 我這次給大家弄少一點 所以東西會少一點 你看 你看我一下 這邊在動對不對 是不是在浮動 也就是說其實它水位過高 水位過高的時候 我會分批讓它再降一點 因為你繼續往下用 對 把它弄完之後 它就會保持在一個恆溫的狀態 好 那等一下我會讓大家一人一瓶做這個 好 感謝張同學 所以要記得申請業務所所或者是什麼 找我拿這個影片 我都到YouTube上 代表我們當年有在實作 我負責 可能它的那個 OK 好 那這樣的話 食品都放進來 我們就可以等下個節課的時候 等它冷卻好 好 就讓大家來使用 好 放下去 好 再一瓶 好 OK 好 OK 這樣剛好 然後讓它就慢慢慢慢降溫 然後到時候可以把蓋子蓋起來 蓋子降溫會比較慢一點 好 在這邊 好 OK 感謝張老大的協助 然後我們等下下一節課之後 這裡到培養品 從裡面再畫出來 從裡面再畫出來 它會有個角度 它會剛好有個角度 好 OK 好 OK 謝謝 謝謝